统计的数据有指出 会伤害12岁以下儿童的加害人 有超过了8成以上 都是孩子认识、熟识的人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很重要的身体自主权 我想跟你们分享的是 我在学校时比较简单易懂的说法 每个人身体的主人就是我们自己 自己的身体由自己来做主 当我们不想要被触碰的时候呢 无论对方是谁 无论他是什么身份 只要我们不同意 当然也就没有人可以触碰我们 那大人教小孩去相信自己身体的感觉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要让他们知道 对于别人的接近或是触碰 只要感觉不舒服了 那就是我们的身体 他在敲警钟在警告我们了 我们除了在感觉不对的时候 一定有权力可以拒绝 也绝对可以很大声的 不用感到不好意思的拒绝 对大人来说 有时候要说不 都会不好意思 何况是对小孩子来说 有很多原因 其实会让我们 让小孩子 没有办法对别人说不 会吓了一跳 根本来不及说不 或是觉得不好意思 或是不想让别人失望 或是怕说了不以后 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这些都会让小孩子 犹豫该不该拒绝 我们就可以常常带着小孩子去练习 勇敢的大声说出 不可以 我不喜欢 我会跟妈妈说 等等这些简短又好记的句子 练习阻挡不当的触碰 也千万不要因为小孩子 没有保护好自己而生气 因为我们做这些日常练习 其实都是为了尽量提高孩子 他们保护自己的能力 但完全不代表 在发生状况的当下 小孩子一定能够确实执行 从性侵防治的角度来看 让孩子建立身体自主权的观念 极度的重要 统计的数据有指出 会伤害12岁以下儿童的加害人 有超过了8成以上 都是孩子认识熟识的人 有可能是最熟悉的亲戚朋友 有可能是邻居 或是一起玩乐的伙伴 或是学校老师 安心补习班的教职 或是交通车的司机 商店的老板 让孩子知道 无论对方是谁 是什么身份 用什么理由 甚至是给好处啊 或是威胁啊 绝对不能够观看 或是碰触我们的身体 也要很温柔 而且很坚定的让孩子知道 如果真的不幸遇到这样的状况的话 就算当下没有能力改变对方 这也完完全全不是孩子的错 所以只要请孩子事后 记得告诉我们 让我们有机会去帮忙他就好